文章来源新财经 文章来源新财经 文章在三四十年前还有着另外一个名字 道爷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苏维埃轰然解体 大量道爷依靠坚堂手提的传统行商模式 用蚂蚁搬家的方式 将国内大量积压商品人肉运输到莫斯科 北京经满洲里至莫斯科九千多公里的铁路线上 不断想着道爷们热烈的口号 一周转一辆奔驰 一车西瓜就能换飞机 这种原始而壮观的古老交易模式 很快磨灭在互联网时代之前 但历史的长河总是惊人的相似 现在道爷开始借助互联网 玩起了跨境电商 据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 Bosson的财报显示 2024年第二季度营业额达到6332亿卢布 约74.3亿美元 同比增长70% 同时在高速增长的盈利下 俄罗斯已经超越整个东南亚地区 成为2023年网上零售销售额增长最快的国家 为什么俄罗斯在两年时间内能够快速崛起 答案就是整个俄罗斯电商市场 快被中国商家承包了 Beta Inside和GBS的报告指出 2023年俄罗斯网上进口商品销售额 3130亿卢布 中国占90% 订单数量1.74亿件 中国占98% 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全球目光聚焦在这片纷争的土地上 美国及其欧洲盟友 为了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 采取了多达12轮的经济制裁措施 试图通过切断其资金链 技术链 供应链 达到使俄罗斯经济崩溃的目的 受到制裁影响 原本俄罗斯第一大电商平台 亚马逊和速卖通被迫关闭 甚至就连卢布也被叫停 不许作为货币交付 电商平台垮台之后 大量欧美品牌日韩品牌 从俄罗斯撤离 供应被彻底切断 造成了大量的商品缺口 甚至就连可口可乐 都需要转口贸易入境 价格翻了数倍 俄罗斯全境范围内的购物中心 空置率预计将达到15%至20 这无疑给俄罗斯的经济 带来了巨大压力 所以俄罗斯迫切需要中国卖家 中国商品来补齐自己的商品缺口 毕竟 没了美国的可口可乐 用中国的北冰洋汽水 一样可以满足味蕾 除了日用百货之外 俄罗斯的汽车出海也取得了飞跃式进步 在俄乌战争之前的2021年 中国汽车品牌在俄罗斯的总销量达到11.57万辆 市占率约为7% 到2023年 中国汽车品牌在俄罗斯的销量已经突破50万辆 市占率接近50%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虽然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一定压力 但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 风险与机遇并存 对于跨境电商来说 俄罗斯是个非常理想的市场 人口众多1.4亿人口 排名世界第九 增速快 政策利好 还有欧美竞争对手集体消失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 2023年 中国跨境电商出口至俄罗斯的规模是846亿元 同比增长91% 增速远远快于美国 英国和德国 2023年 俄罗斯已经成为仅次于三者的中国跨境电商第四大出口国 俄罗斯本土的电商平台也非常欢迎中国商家的入住 开头提到的俄罗斯电商平台 Oson在2021年开始大量招募中国卖家 甚至打出口号 到2024年 要吸引10万中国卖家入住 并将中国商品交易额扩大10倍 依靠着大量中国卖家 Oson也正式成为俄罗斯前二的电商平台和Wild Berries并列 在政策和平台力好下 想要入局俄罗斯是比较容易的 但依然要面临着不稳定的市场环境 复杂的财税制度 莫测的回款周期等问题 首先是物流问题 不管是Oson还是Wild Berries 基本都不允许跨境卖家使用海外仓发货 要求商家要么是跨境店 要么是本土店 简单来说 跨境店就是活在中国 俄罗斯下单后 通过跨境物流 将货物发往俄罗斯 本土店则需要有一个俄罗斯人作为法人 在俄罗斯本土建立仓库 下单后 直接在俄罗斯发货 跨境店看着对中国卖家友好 但是限制多多 一些如液体 电子产品 纯电池类 粉末状等类目 均不支持跨境店上架 在今年6月26日起 Oson发布通知称 从当日起 将对中国跨境店卖家 在电子产品 汽车摩托 及DIY工具三大类目 实行销售限制 言外之意 俄罗斯电商平台 更喜欢本土店 从俄罗斯仓库发货 毕竟 快递可以在一至三天送达 而跨境店 动辄半个月 一个月的物流时间 非常不利于售后过管理 本土店的商品 可以通过快递 直接寄回俄罗斯仓库 而跨境店 只能选择退回中国 自行从仓库取货 送达俄罗斯境内 其他地址或销毁 无论是三种方式的哪一种 都将面临着 超过货值本身的退货成本 选择跨境店 还是本土店 成了俄罗斯店 商人的投一道门槛 制裁之下的回款艰难 除了物流之外 回款问题 才是俄罗斯跨境 最致命的问题 在今年三月 欧森就爆发了一场 回款危机 欧森发布通知称 由于银行新规要求 影响了付款流程 卖家账户资金到账 可能会出现延迟 这一延迟付款 就拖了足足三个月 为了打消卖家们的疑虑 欧森大中华局总裁 在黄校Simon Quine 专门录了视频 告诉卖家回款 售组是由于银行 合规审查流程所致 延迟与欧森的财务状况 无关 公司的运营 并未受到影响 同时 欧森未受影响的卖家 提供额外的福利 包括免费广告奖励 和额外的商品折扣 帮助卖家 在接下来的销售周期中 提高曝光率和销售额 对于欧森大中华局 总裁银行审查流程的理由 行内公认的真实原因是 因为俄罗斯受欧美制裁 部分银行被提出 或担心被提出 国际结算系统SWIFT SWIFT在全球市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以欧森来说 俄罗斯买家购买了中国商品后 俄罗斯的银行将通过 SWIFT发送一条 标准化的支付指令 给中国的银行 如果脱离了SWIFT 大量外汇储备被冻结 中国的银行 也不敢接受 来自俄罗斯的其他渠道的资金 毕竟很容易被连带制裁 同时 SWIFT是针对整个俄罗斯的 卢布货币体系 并非欧森一家平台 另一家电商巨头 Wild Berries 也在今年6月 爆出无法绑定平台合作的 银行卡 猜测也是因为平台方 无法解决回款链路问题 回款问题 成了俄罗斯跨境电商的 阿克流斯之种 没有任何一个电商人 敢拿自己的货款来冒风险 在大环境下 不管是人口优势 还是欧美竞争对手消失 俄罗斯跨境 有着绝无极有的优势 但同样也要面临着市场环境 财税制度 回款周期等风险 到底俄罗斯是跨境电商人的 应许之地 还是即将变红的蓝海 仍需要小心谨慎地长期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